股市风云变幻,数据在分秒间变化万千 量化交易被认为是一把利剑迎刃而生 今天就带你揭开量化交易神秘的面纱 大家好,欢迎回到交易之刃,我是小徐老师 股市中我们常听别人提起量化交易 今天我们就用问答的形式带大家了解一下量化交易 那视频开始前,麻烦大家点击订阅按钮 小徐老师将为大家带来更多科普内容的介绍 和战法策略的学习 什么是量化交易 量化交易说白了,就是人们利用历史数据的分析 转化成预测模型来指导投资 那它的核心呢,就是利用超大的历史数据 来提炼出可以获得超额收益的因子 这些因子可以是技术指标,基本面,消息面,市场情绪等等 那还有很多呢,是我们普通交易员无法直观获得的因子 它利用的是数学模型,统计分析和计算机算法来执行交易策略 这种交易决策主要基于大量的历史市场数据和数学模型 而不是依赖于我们人的判断或者直觉 那量化交易可以应用于各种不同的金融市场 包括股票、期货、外汇 它已经是现在我们金融市场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交易方式 根据一些行业报道和分析 现在大约有60%到70%的美国股票交易是由量化交易算法来执行的 而中国股市中量化交易的占比相对就比较低 主要就是由一些大型券商、私募、基金 还有一些高频交易公司 这些的机构在用 但是相信随着技术不断的发展 还有市场的不断成熟 量化交易在中国股市中的地位还有影响力也会逐渐的增加 毕竟现在有5300多家上市公司 那量化交易是一个解放生产力的东西 只有用量化的技术 还有量化的这种模型 才能一起把它们都覆盖掉并且发现其中的投资价值 量化交易或人自己操作买卖有什么优势和劣势 传统的交易员靠的是交易的经验和逻辑手动的去进行买卖 而量化交易呢 它利用计算机程序自动的执行交易 所以大到几倍几十倍的收益 小到几毛几分的收益 量化交易都能抓住 同时量化交易的风控做的比较好 它做风险控制的时候 需要做压力测试 蒙特卡罗模拟 情景分析 这些都是定量的 必须通过建模才能来实现 所以它有着比较明确的止损点 系统也会毫无感情 毫无留恋的直接就卖出 保持着严格的这种纪律性 那和人相比呢 量化交易它的优势就是可以更快更准的进行操作 然后获得比较好的交易结果 它的缺点在哪里呢 首先它依赖的是历史数据 那如果数据的质量不高 或者数据获取的时候受到限制 就可能会影响整个系统的表现 同时大家知道市场每天都在变化 那当前的数据和历史数据的相关性 可能已经降低了 还有一个致命伤就是 如果机器出现故障或者程序错误 那整个这个交易系统就会失效 那如果人自己来操作呢 就可以更好的适应这种市场的变化和突发事件 还有这种极端情况的发生 大家知道往往极端的情况 它对股市的影响是最大的 但是我认为它们二者最大的区别呢 就是量化交易它脱离了人性 不会受到情绪的影响 不会贪婪也不会恐惧 不会出现一些不理智的这个交易决策 回答这个问题 我们需要了解一些评估交易系统的绩效参数 那除了我们平时比较熟知的 比如收益率胜率 那这些肯定是大家最直观也最容易理解的 但是观看这些呢是远远不够的 我下面再为大家介绍三个 比较陌生却有非常重要的参数 首先第一个是回撤 回撤是指在某一段时间内 资产从最高下降到最低时候 它最大的百分比或者金额 它帮助我们投资者了解 交易系统在历史数据上 可能遭受的最大的损失 并且去评估这个系统的风险和稳健性 大家需要记住是 越大的回撤 意味着投资的风险越高 第二个是下谱比例 它呢是一种用来衡量投资组合风险 调整后的收益率的指标 下谱比例越高 意味着投资组合 在每承担一定风险的情况下 获得的超额收益就越高 那大家要记住 一般来说 下谱比例越高 意味着投资组合 它的表现越好 第三个呢是盈利因子 盈利因子呢就像是盈利和亏损 它之间的比例尺 它用来衡量的是投资决策 或者交易系统它的赚钱能力 通常呢我们希望它的数值越大越好 那如果盈利的因子大于一 就表示盈利交易的总盈利金额 大于亏损交易的总亏损金额 它能够保持正的收益 那如果盈利因子小于一 意味着这个策略 或者这个系统 它就存在着一定的风险 它的亏损可能会超过它的盈利 当下市场上呢 量化交易的现状是 如今到处都是量化 到处都是机器学习 其实我们知道市场中 它是一个复杂的博弈 不可能大量同类型的算法 都同时获利 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 具有一定的鉴别能力 看看系统到底行不行 也看看它到底适不适合自己 那有些量化交易系统呢 它宣传的非常夸张 比如就像有些基金 相信大家是不是都有这样的经验 就是当你看到它的历史收益的时候 它非常的高 就会忍不住下单 想象着自己只要买了 就会获得同样的收益 但事实呢 并非所愿 所以我们一定要擦亮眼 在你不完全了解一个交易系统的时候 一定不要轻易的把钱就放进去 是否存在一个可以同时满足高胜率 高交易频率 高收益的理想的量化交易系统 不管开发什么样的交易系统 都是无法做到既要又要还要 什么都要的 比如你做一个产品 如果你追求的是收益优先 那你交易的频率就会非常的高 你可能采取的就是一些比较激进的交易策略 去寻找那些具有较高盈利潜力的交易机会 恨不得每一次都要跟着进去吃满 但是中间震荡的时候呢 就迫不得已的需要停下来出来止损 那虽然你的收益高了 但是意味着你的胜率很低 那如果你选择的是一个高胜率的产品 你就会过滤掉大量的买卖信号 往往就会采取更加保守 更加安全的这种交易策略 它的信号就比较少 所以交易频率也比较低 这种呢你就可能去错过一些比较大的赚钱机会 导致你的盈利率也比较低 所以对于一个系统来说 它是没法同时兼顾高频率和高胜率的 高胜率和高盈利之间呢 往往也需要进行一些权衡和取舍 量化交易可以永久有效吗 虽然建立一个成功的量化交易系统是可能的 但是你要说它永远有效 这个就不太现实了 量化交易它最薄弱的理论硬伤 就是假设开发的数据和当下的环境 应该是一样的 或者是极度类似的 假设你用2018到2022年的数据 开发了一个模型 但是用在了2021到2022年 市场环境非常不同的时候 就很可能会失效 这就是我们做量化模型的致命软肋 那金融市场它是变换万千的 市场环境呢也会变化 会根据一些宏观环境去改变 比如经济周期 还有一些政治事件 所以即使一个量化交易模型 在特定的市场环境下 它表现非常好 但它也可能无法适应 未来的这种变化 所以我们要通过不断的监控 优化还有改进 去延长它的有效性 并且希望它能在不同的市场环境中 保持这种竞争优势 我们的会员朋友都知道 我们交易志愿也有一些 自己的量化系统 那每一个呢都是我们团队这些年 花费几千个小时设计 并且不断的回测升级 才有了今天的成绩 我们的策略呢更加重视规则和经验 还有就是是我们自己研发和创新的 这就意味着大多数的时候 系统的有效性都不会因为市场环境的改变 而出现比较大的失效 我们的系统呢不会帮您一夜暴富 只想通过时间带着大家 稳扎稳打赚到一些超额的收益 那感兴趣的朋友呢 欢迎加入我们的会员论坛去了解一下 今天的视频就先到这 希望你对量化交易有一个比较清晰的认知 那我们下节课再见咯 拜拜